马桶人VS监控人第60级PART2同仁全机发布 使用的是正版的哪一级呢 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开局射路人是从地上爬起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正版48级当中 射路人和无双战神并肩作战 并且展现了自己优秀的战斗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射路人的特攻服是特殊的白色 不仅体数了得 随身还携带反击声能量枪 射数也是十分精湛 在第54级当中 射路人再次表现自己强大的实力 这一次他有了些变化 衣服变成了普通的黑色 反击声枪变成了麻痹枪 防御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在48级当中 射路人遭到电锯马桶人特别针对 受伤严重的原因 到了正版第49级当中 射路人的衣服颜色发生改变 是因为他获得了救助 为了保护他不再继续受到追击 临时将他伪装成同监控人 当他起身之后 就看到Gimen在烧远的地方疯狂破坏 同人作品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进行复刻正版58级当中的所有动作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同人世界 马桶人和监控人的身体对调 场景也进行了替换 倒霉的监控人最有意思 也是本集最大的亮点 所有的监控人变得比马桶人还惨 没有动作 连表情都没有 在正版48级中出现的电锯马桶人 依然在城市中到处寻找射路人的踪迹 没来得及庆幸 射路人就被一个改装马桶人发现 之前错过了对这个特型马桶人的分析 现在仔细看 头上有监控射路 马桶上有喇叭 一次头上还有信号放大装置 再加上能精准定位射路人的踪迹 说明这个马桶人的地位很重要 可惜他在正版里很逗A 在同人里更是进化成了逗C 这里复刻的都很到位 直到电视人的出场 把人的下巴都惊掉了 我们要的是这种电视人 同人给我们看的却是这种 还好他的屏幕还在 能够施展技能 直接把特型马桶人给干掉了 可惜在他挂掉之前已经发出了信号 电锯马桶人飞速赶来 可惜他面对的是女电视人 而不是无双战神 只能无奈成为女电视人的 新技能的首杀成就 正版49集里 电锯马桶人还带走了一个同伴 令人意外的是 铜人里没有 铜人竟然在结尾部分开始滑水 马桶人的增援过来 竟然只有两个巨型马桶人 而在正版的黑须须的背景里 不知道藏着多少 稍微数数就有三个之多 女电视人选择开启传送跑路 正版49集里也是这样 可是传完之后 我直接傻眼了 这里怎么看 也不像值得马桶人大军 全力进攻的监控联盟基地吧 搞笑的一幕再次出现 没有四肢的监控人 竟然发展出意念操控 这是操作台吧 这也太新爷了吧 真不知道铜人出这样无厘头的一集 接下来的正版50集要怎么抄啊 下来的数换 这也就是